不要拿台灣民眾做白老鼠 這喊的就是準備開打的高端疫苗 由醫師書偉碩發起 要撤銷高端EUA的公投 只是這時間點來得及嗎 除非我們要採取武裝革命的辦法 我們只好一步一步走 這一條最難的公民投票 挑明來說 就是這連署喊話大於實際執行 畢竟高端8月23號就要開打 但攤開數據來看 各疫苗接種第一劑的保護力 莫德納滿14天有92.1% BNT則是92.6% AZ打完以後追蹤22到90天 保護力有76% 但高端只有第二期報告 那第一劑保護力呢 指揮官這麼說 畢竟沒資料當然不知道 雖然高端第二劑中和抗體效價 比AZ高3.4倍之多 但在A黨仍然認為 這就是高端感壓著上架 黑箱作業 質疑EUA會過是因為審查人 求援兼裁判 他一路的公開力挺高端 我們不禁要問 難道林皺炎是拿錢辦事的高端門神嗎 這說的就是前衛福部長 林皺炎是負責審核高端疫苗施打計畫 ACIP的成員之一 又身兼高端疫苗的計畫主持人 完全沒有利益迴避 上司幫忙背書沒問題 林皺炎本人也怒嗆 國民黨根本不懂 把ACIP看EUA審查的單位 混為一談亂指控 有關討論高端的相關案子都已迴避掉 但台灣高端領先全球 沒三期就能打 就算國產疫苗開打倒數 風波短時間內恐怕難平息 第一位希望你們會關於台北同胞島